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後電療就是 他會拿那個 上班途中 因為在路上行駛 然後被車後的那個 汽車追撞 那當時我整個左半邊 就往地面重倒 那倒下的時候 我就只有聽到我那個鼓 啪啪啪啪 斷了很多根感覺 SOP下來我居然是陽性確診 當時我就心裡很難過 因為我的身體都已經 受到那麼巨大的傷害 而我又確診不能立刻動到 確診之後 這七天真的叫做生不如死 每天都是煎熬 因為我當時七根二骨斷了 然後肩胛骨跟鎖骨也都變形 那稍微一點移動 我真的就痛到無以復加 到了手術前兩天 禮拜一那天醫生來看我了 他就跟我敘述 就是我沒有辦法立刻開刀的原因 是因為我確診的時間 隔離期還沒過 但是他已經幫我都把整個手術流程 安排得很妥當 那個微創手術的傷口 一開始他預估就是十公分 然後結果我沒有想到 醫生他真的是很篤定 然後事後下手術後證明 他說的話一點都不講 讓我真的整個人完好的恢復 肋骨的微創手術是透過精準的定位 然後以及適合的一個 微創手術工具的使用 那可以實現在一個小傷口範圍內 進行多出肋骨骨折 腹骨折的手術 那他對病人的癒後速度 可以縮短非常的多 那同時病人的疼痛症狀 以及所可能引發的呼吸的症狀 這些併發症都能有效的降低 C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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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S